健康四小寶 是綠茶素 洋蔥素 蘆蕙素 蘇米森素 這四樣東西高劑量的植物提取物 針對人體的癌細胞作出一些幫助 這四種成分一定是對癌症會發生作用的 一定是殺癌細胞 這是醫學報告 人家說了的東西上網查就最好 在2002年有三個學者獲得諾貝爾獎 他們的得獎題目叫做細胞自滅 第一個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因為它可以令到癌細胞自滅 蘇米森素可以逼癌細胞凋亡 奴蕙裡有一種東西叫做醫務電 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可以煮死癌細胞 對付癌細胞 用綠茶素逼它自殺 用蘇米森素逼它衰老 用蘆蕙素令它擴散不了 歡迎大家來到第六集的遊日廢人 繼續有我主持Ain 還有Fish 有我們兩個廢人 沒錯 上一集我們講完準備了 不如我們衝上山吧 上山了 準備完當然要上山 很興奮 我未出發才興奮 我為下一次出發做準備 下次有你 我記得我當時9時9時9的車在新宿 因為上一集說到我直接在新宿乘高速巴士去五項目 我乘9時9的車在新宿出發 大約12時就去到五項目 嗯 我好像早你一點點 我是7時多就要去到東京 大家冷靜一點 7時多去到晚上應該已經上到頂上 7時多是新宿的出發 集合出發 因為我們是團來的 我們就在那裏買定小 其實7時也很早 其實很早我都覺得天氣還沒光 我已經出門口了 9時才上車都說可以睡暖一點 你7時是 完全沒有 然後去到那裏 因為附近有一些便利店 我就可以買一些Energy Bar 買一些水 在那裏買的 大大支就拿上車 上車上車就說 上車就不可以睡 其實都是沒有 沒有睡 因為他人很興奮 他人很興奮 其實我前一晚一點都不夠睡 其實我是在彈圓登山 不行 大家留意 沒有辦法 但是最後買了所有食物 然後上車就不停瘋狂地拍照 因為周邊的環境都很漂亮 又可以看到富士山 因為經過富士街 看到富士山 中途不停拍照 而且我要租東西 要租帽子 所以其實都沒有時間睡覺 但是去到大概 因為我看了一些照片 10時45分就出發 開始燈山 開始燈山 你已經 那時開始燈山 我先跟證一下 因為上一集說到 燈山上的廁所是100日圓 其實應該是200日圓才對 也不貴 也不貴 所以大家都要帶訂多一點 不好意思 不是100日圓 是200日圓 貴起來300日圓都有 再關上一點的有300日圓 廁所 都是大家自己入錢 其實到最後 我都不是光顧了很多次 我好像光顧了三次左右 其實都不需要光顧很多次 因為你始終喝的水變了汗 變了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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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我就是12點到 我到了之後 我沒有馬上山 因為那時下雨 也挺大雨 所以我就先去吃飯 吃個午餐 因為去到九點 吃完早餐 在車子吃完早餐 然後去到剛好吃飯 挺好 其實五合目 好像是五合目 是五合目吃的 五合目吃的 因為五合目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觀光的地方 我就是知道 因為我是下山的時候 因為上山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 有神社 但我沒有進去拜 所以我就下雨了 糟糕 我是不同你的 我的情況是 你上山的時候下大雨 上山的時候下大雨 是下山的時候下大雨 好慘 這個之後再說 很辛苦 總之我在五合目去到一個 好像Hall 有一間店舖上有一個Hall 可以有些木板睡在那裡 其實挺舒服 可以和其他不同國家的人事交流 其實那個都沒有大家想到這麼落後 五合目一點都沒有落後 東京的感覺 不是很多店舖 離去到東京 東京高樓大廈 不是高樓大廈 就是店舖的商店街 小新聯街 有很多店舖 有油谷 有油谷 也有 有餐廳 也有 手信店 其實人們經常說去富士山 去富士山旅行的人 大部份是五合目旅遊 因為五合目都是觀光的地方 有店舖 也有手信店 在富士山的位置 二千多米 你看不到他 因為你在他那裡 沒錯 這個我想起 Tolly曾經跟我們說 為何見不到富士山 跟他在山上 見不到富士山 我說你現在就在富士山上 你自己在富士山 看不到我富士山 我吃完食物 12點吃完食物 我去拜一拜神社 可以看看神社的樣子 一號相 又加禮 因為下雨濕濕 就拜一拜 拜一拜祈求晴天 真的拜完轉頭 好藍 藍天就出來 好靚 分明就是我沒有拜 所以 哎呀 這個神社 叫富士山神社 基本上 登山的人 應該順便 不順便不順便 都拜一拜 一場去到 拜一拜神社 祈求順便 真的我沒有拜 應該因為我沒有拜 不要緊 這次要拜 我為定下次做準備 現在我聽你說 我為定下次做準備 下次要拜 拜完就馬上衝去店 其實很多店都有賣 上一集是這麼說的 富士山行山像 我們去看看照片 這就是富士山的行山像 基本上是一支木棍 你看到有這麼多印在上面 我們上集不斷說吸引吸引 其實就是燒印 已經經過洗禮 就是燒印下去 你賣的時候沒有那麼多印 是一支木棍 光吐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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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獨一無二 應該這麼說 因為你每個印都是獨立地吸進去 是 可能燒那一刻已經有少許分別 是 還有你可以自己選擇要哪一個印 因為你去到七合目 有幾間山市屋 你可以自己到時看看吸不吸 這個行山像就是 吃完東西就馬上衝去買 我們大約是兩點左右 我是兩點左右就開始上山了 我發現其實支支行山像 當然它吸引的不同 你上面送了這支旗 我是沒有的 是嗎 我只有一個鈴鐺 我只有一個鈴鐺 我有鈴鐺 還有這支旗 我真的看到有這支旗 這麼帥氣 很帥氣 這支旗上一集也有展示出來 這支旗 這個我沒有 我只有日本旗 日本旗嗎 我在頂上的日本旗 我這次沒有帶來 這個簡直是印著富士山登山紀念 印了吉田口路線的那個 我反而喜歡你這張 喜歡這支旗 大家選擇的時候自己挑選一下 要去不同號碼看看 兩點左右就開始上山 上山的時候也有些蜜雲 因為天氣變化磨擦 我們可以看看三號介例 三號來的照片 你看看我 這個和我一樣 基本上來說 大家都走同一條路 也是走吉田口 這個其實已經是想穿過樹 穿過有樹的地方 就開始光秃秃的部分 這一條應該就是那些旅程 旁邊就固定迫 讓沙石不要滲下來 你會看到有一定斜度 但其實上集也說過 蛇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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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型的上去 其實已經不是很崎嶇 最崎嶇是怎樣的 最崎嶇是可以看看下一張照 下一張照 四號佳麗 這個是本人 我就是上司 你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真的衰到一個點 就是這個乳褲 上次就說大鼻乳褲 穿了衣服 穿了褲褲 外面就套一件乳褲 因為你隨時有濕氣 有水 有雨 就隨時套住這個乳褲 就捉住這枝行山象 就崎嶇地上這條路 這條路基本上捉行山象 其實有點難走 他覺得爬得好一點 因為我之後也是爬的 反而我去到這個位置 最初的行山象很有用 因為它支撐你的人 將力 share 放在手上 但是我發現 你去到這些攀石的位置 有支行山象反而是麻煩 所以行山象有個好處 就是給你紀念 但是我發現 那些團友 他們做兩支東西出來 好帥 好像變形一樣 做兩支東西出來 但是當他去到這些石位的時候 他把這兩支東西收起來 變成很方便 是啊 這裏真的是建議 這個時候勞工手套 其實勞工手套我一直都戴著 勞工手套就很有用 對 最少勞工手套 這個當然就是 我這個蟲 是不是很少見到我這個蟲 真的沒見過這個蟲 就是這樣之後 之後就開始 一邊拿著行山象 一邊慢慢爬 徒手爬上去 這個其實已經是接近七合目了 接近七合目的部分 就開始是 接近我抽筋的部分 是啊 就是走完 我想是 幸好是走完這裏抽筋 這個位置就終於開始有爬的感覺 是啊 然後如果你之後再上去 哇 簡直就是非常漂亮 我們可以去看看下一張照片 暈了 嘩 真的很漂亮 這個是準備日落 這個是差不多 差不多日落的時間 很漂亮 因為我們其實有兩點開始走 因為我們一直走 一直狂拍照 你沒有辦法不拍照 因為一直走 你不斷要拍照紀念 就算看不到這麽漂亮的雲的景 你也不斷拍自己 在那邊走一走 所以你不要想著 你可以很快地衝上山 其實不行 因為你一定會忍不住 停在那裏狂拍照 你看這個雲海很漂亮 你爬到去 好像在飛機上面看 是啊 飛機上面看 這是你自己親身爬上富士山 搭著那些雲 對 搭著富士山 然後穿過那些雲 你還不是穿過那些雲 那些雲已經在你下面 沒錯 所以我常常覺得那些武器其實是雲 我們穿過那些雲 就是你剛剛看到那些雲是這麽陰陰沙 你從穿過後 到達8盒木的位置 你再看下去 真的很美 只是這下正要灑一過後晨天 是啊 那些雲已經在你腳下 然後開始有點像日落 天都有點橙鏙的 這個很美 對嗎 是嗎 我記得那個時候也有這樣 但是很短時間 很短時間 因為我們沿路一直走 其實沿路一直上去 經過七項目過完之後 開始八項目之後 其實都是這個景 基本上全部都是一片雲海 你見到藍天雲海 一邊走就慢慢見到日落 然後見到橙色的天 跟著雲海 其實這刻很值得 整件事多辛苦都很值得 你一邊行山 一邊看著這個景 你平時在香港行山 很少可以見到雲海 你見到下面是海 香港行山都漂亮的 海景 或者看一些樓 其實看到一堆樓都漂亮的 你很少可以見到一堆雲海 這個真的很難得才可以見到 你真的碰雲氣 真是雲氣 因為好天跟不好天相差很遠 你見不到 我真的見不到 可以看看下一張照片 你大概知道我什麼景況 這個就是我上山和一些團友 你見到團友基本上跟我不同的程度 或者我播一播給大家聽 我走山的時候 這些聲音你可否覺得很熟悉 那些啵啵啵聲就是這樣 基本上全團都有這些啵啵聲 大家一起啵啵 大家一起啵啵上去 但其實你看到他們不是很多人 很多都是帶著自己一支的東西 只有我和部分團友有啵啵聲 基本上整條路都是這樣的霧 還有這裡應該是初初的 我記得應該是初初的 你看到全都很專業 只有我們才是這麼愛行人 那些背囊很厲害 可以搭形 其實我曾經問過其中一位 他們說其實他們的背囊不是很重 真的不是很重 我看上去都不是很重 很大塊 很大塊 可能是那些替換的衣服 他們全部都很輕便 還有洋蔥色 你看到他們是很方便很輕便 只有我們很不知怎樣 譬如說要拿東西都很不自助 他們就在旁邊抽就可以了 還有他們的袋子前面有個Belt 可以扣著 讓你的重量可以平衡 所以其實他們是走得很穩 甚至是他們的年紀比我還要大 老實說 年紀大才厲害 但其實他們反而是很活潑 在行山的過程當中 他們完全沒有我們 我們要休息 那些完全沒有的 是很專業 而且休息也不休息 你知不知道其實我和我婆婆一起走 每個人都說 你需要照顧回家 你回家 是她照顧回家 她是一枝箭地飆上去 去放掉我們整條街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年紀大一點才去 我們不夠氣 她真的很快飆著 逆靈生長 是的 我們在這裡慢慢爬 雖然說上山那麼辛苦 但你也要爬下爬下 慢慢走 她是很快地放掉我們 之後就坐在那裡等我們 嘩 這個婆婆很囂張 很厲害 所以你說為什麼年紀越大 有團友才會越厲害 他們真的有團氣 有團火 可以看看我下一張照片 其實我下一張照片 很帥 謝謝 這是曾經成為我鋪法 有一點點藍天 只是很少部份 然後我還在這裡 懶得叫 日劇那些 日劇那些 真的有回音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雖然我給團友笑 其實是她叫我做的 反而被她笑 回頭起 又是你 但誰是我醜 我上一條戲才去拍 也挺好玩 也挺好玩 試一下不同的東西 看看不同的東西 但你看到沙石都不容易走 所以到這些位置 大家小心一點 因為前一步就已經跌下山了 真的爬山 爬山 真的不是說玩 賺命搏 好 都正在走 我們下一節再說 山小屋是怎樣 還有繼續說我們爬山的情況 還有一些印仔 怎樣印回來 好嗎 我們下一節再說 好 Daniel 之前你有什麼問題 要吃四小寶去調節身體 肝硬的三期 然後找四小寶 為什麼你又買四小寶 健康四小寶 吃這個 我又覺得奇怪 成分高 因為成分高 你說16顆健康四小寶 就等於人家200顆的成分 差不多 那你現在吃了之後 你好像剛剛早前 才赤了個癌症指數 現在是怎樣 那個近況 肝酵素 腎上腺素 那些指數 全部都正常回來了 那顆擴散了癌 現在有 現在只有一個黑影 就是沒有了癌 應該就是沒有了 健康四小寶療法 其實是英式 黃室療法 那你還要怎樣去輔助 你好像說 粥粉麵飯你都不吃了 已經是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 找不到 年輕 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他 基本上 他 那 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